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yando Lee 就是大約呢 其實在東京一個月會花到18萬 就是5萬是低於平均的 對 而且你是在最低生活水平的東京的區域裡面 還低於平均 那代表什麼5萬塊 是那種比較老舊的 然後 如果你的收入沒有在1000萬以上 但你又要養家活口的話 其實就還蠻辛苦的 我們在日據上都會看到就是 爸爸要拿零用錢 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個人工作 然後媽媽是家庭主婦 他賺完以後就每年 每個月的錢就直接進到家裡面的那個戶頭 對然後 就是老伯父的管理家用 然後可能就每個月大概拿個3萬塊日幣的零用錢 3萬欸我的天啊 你3萬就是第一個是你沒有辦法買東西 然後其實交際可能也沒有辦法怎樣 所以我覺得很 交際一定剛剛清款嘛 對啊 而且就會說我今天要跟誰喝酒 所以你可不可以再給我多少錢 多少錢 對 然後我以前看就是覺得 我知道他們很可憐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撇步 撇步就是比如說像大公司都會有食堂嘛 然後他們就會在公司的食堂吃飯 食堂吃飯的話 你直接用社員陣 他會直接從Q的10% 就是直接從你的薪水扣掉 然後再給你剩下的錢 所以就變成說你可以拿滿3萬塊自己用 你就不用拿這3萬塊去付你的午餐杯 這樣至少可以買一杯飲料 對 然後還有那個買煙啊 他們就是為了要買煙 煙其實蠻貴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化財都已經40幾歲了 我已經想要還要過這種生活 真的看起來好慘喔 不懂耶 好慘喔 不懂啊 就我們有一個親戚 然後他其實在那種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商社是大宗商社給的還不錯 但是那種有一些是 就是做紙啦做半導體那些都給的沒有像大商社那麼高 但他哪裡還不錯就是大概是七八百萬吧 可是他老婆沒有在工作 然後又兩個小孩 所以他老婆就是以 節省為他的使命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是出去 就是兩家人出去玩 男生他自己是一家之主 然後他就點了一個鮪魚丼 應該八九百塊嗎 我才 看你是在哪吃啊 我覺得休息區大概會有到一套 那我們就算一千好了 然後他就說他想要再加一個 就是 就是很喜歡碳水畫面 一個飯再點一個麵 然後那個舞動 他不然因為是mini 就大不了兩三百塊日幣喔 他被他老婆卡卡 就是他老婆不給他點 他老婆跟他說 你吃一個鮪魚 因為你知道日本老婆的兩大使命 一個是節約另外一個是健康嗎 是不是因為他老公比較肥胖呢 他老公沒有肥胖 好那所以他 而且他老公有在跑步 完全就是只因為兩三百塊 他老婆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吃一個鮪魚 洞應該就夠了 不要多花錢 那怕吃一口 不然你小孩這樣不行嗎 我怕 然後我就覺得 哇塞你 這七八百萬也不算少了啦 就是在日本的平均來說好了 你連一個三百塊的烏冬都不給他吃 那這個人賺錢到底是來幹嘛的 我就覺得 如果你不想要來日本 然後被制止吃一個三百塊的烏冬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真的 對因為其實那看了真的有點心酸欸 好可怕喔 然後 那個時候一天如果我說 他那個時候 那其實是我們結婚之前 然後他就說 他絕對不要跟這樣的人結婚 然後我就說 哇塞所以你撿到包了 對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趕快進來趕快吃 後來就會變得很難約朋友 喔 對 對就是 像我跟阿咪就很不錯 然後睡也很不錯 對 我們就是一群 我們就是一群可以花差不多同樣的錢 就不會 不會顧慮 因為我有 我有一個前輩 因為他就是跟一個人還不錯 然後但是他們要出去旅遊的時候 他已經有享樂 所以他們就住一個比較普通的旅館 然後再隔一天 他們要吃中餐的時候 因為他有一間蠻想要去的店 然後但他就心裡有一個記名 因為你知道女生收入原本就不可能那麼高 女生一千到兩千塊 只有0.9啊 這個因為剛才所有的公司裡面 女生的比例都超級低有關 所以我們好慶幸是0.9 對啊 我們公司是6啊 女生4 男生6 所以真的蠻多 女生佔了一大鐘 對 所以我們真的佔了那個0.9 對 所以很多日本女生就是會想賣出版社這樣 對 好然後他就想說欸好像不行 然後他就問了一下 然後結果那女生就說 嗯好啊沒關係 那妳就去吃 然後我吃就是比如說 エキマイ的那個 這樣好尷尬喔 然後他就覺得很困擾 然後他又不想要去吃 エキマイ的 啊我覺得我們好水合 對我覺得我們真的很水合 還有一個是男朋友 嗯啊男朋友真的不太喜 男朋友真的很 男朋友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對 因為我自己本人現在跟我男朋友 是有收入差距的嘛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兩個很少一起吃一吃飯 你跟Eton就比較好 因為你們兩個收入差比較少 可是因為我跟我我男朋友有差 而且我們對金錢的花費的觀念是有差 後來就只能各自 對各自為政 我就是幫他買東西給他吃這樣子 然後我會跟他說 就是請龍姐啊 吃飯姐啊 我生日啊 請我吃飯 然後那時候他就會那個 毛起來 就是讓我去兩萬一頓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就覺得 算是有達到 平衡 對現在的人 我們也不能去旅行 就是因為想要住的旅館 旅館真的會差很多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因為他比如說去打高爾多久 他們住的那種平衡 可能就是他算也是嫌很爛 可是就是一個晚上兩萬這樣子 一兩萬這樣 可是一兩萬就是住不下去啊 所以就變成說 一萬跟兩萬差很多欸 即便是這樣都很爛 都很爛 對因為日本的好的旅館 因為真的你起碼要一個房間五萬以上 對差不多 對然後再分 而且日本很奇怪 日本都算人頭 都不算房間價啊 很煩 超級煩的 因為你照理應該算算房間價 對沒錯 所以就為什麼要算人頭 但至少我們三個人 每次三個人住起來 都是有便宜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算房間 其實應該要更便宜才對 對啊 然後每次飯都飯錢的時候很貴啊 對啦 就一個早餐都一萬塊 對不對 對啊 可是又很好吃所以就會加飯 所以去旅行也是會 就是 造成 對你看 對沒錯所以就是 很煩 或者像我的話 我就跟洪璽很好 對然後約吃飯 就跟洪璽吃 然後我現在又有一個學費進來 他花錢比我還大手腳 但是他說他要幫我生 慶生 我的後備他就 邀我去很貴的roof top bar 然後他本來就說我請 然後我請 我就說天啊 這個一個账單數 我怎麼可能要請 我怎麼會被我們分吧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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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因為我們那天沒有吃東西 然後就直接 光喝 不是不是就是我們直接就是 你們直接帶就是豆腐吃 反正就是魚 對啦 你不要這樣 就你又吃不太舒爽 然後 又會覺得 我那時候是想說不要吃太多 怕糖 但喝下去就會想吃 對 算了啦反正都過了 反正他現在教了一個 我要包他 他現在教男朋友變成說 他好像蠻經常就是直接幫男朋友哭解 哇 對他這個人 才工作第二年就這不得性耶 他好有點擔心 不過就是如果你看到 有人說什麼 四百萬日幣的高薪要不要來 千萬不要被騙 有人居然 有人說四百萬日幣是高薪嗎 有啊 而且我還真的遇過兩三個人 然後我說你覺得這個工作怎麼樣 或者是說你能不能幫我介紹在日本認識的 我在找人 我想說我怎麼可以介紹人給你 給你那個薪水 對啊 很怕 我以前也曾經被我一個高中同學 他就是來日本出差 然後他大概對於日本的所有的就業都很不了解那種人 然後他可能覺得我很辛苦還幹嘛 所以他就帶他 我也不知道他哪 我忘記他哪個業界跟他做傻了 反正就是他們 他那個老闆好像有想要在日本找人 然後我們還吃了一個飯 然後他問我們說你要不要就是 在這邊工作 然後我想說 我根本連問都不用問 你知道他一定給不出我們工作的薪水啊 然後我就很 我就說沒有啦 我們還蠻喜歡現在的工作 他為什麼會覺得你可能很辛苦 就是因為台灣人不懂啊 而且台灣人出版面 我真的要跟大家講 就是日本出來 因為薪水很高 不要再問我了 好好笑 就你看吧 反正我薪水又比醫生高了 你要怎麼樣 台灣的書版電視業都很低 廣告也很低 所以就大家不了啊 拜託你們不要再那個 不要再挖他了 他現在很有錢 我雖然很討厭公司的很多人 但是 我無斗米遮藥我可以耶 為了買衣服 我完全無斗米可以 唉唷好秀 錄完一個很長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